MING PAO 我個人很喜歡睡覺 下班後就要睡覺 上班時很想睡覺 還沒上班前,當然要睡覺 睡眠質素真的很重要 那怎樣才能提升 曾經有人做過一項實驗 在正常情況下 男士大概用10分鐘 女士大概用7分鐘就可以睡著 但如果跟他們說睡快睡不著 就可以得到25元美金 看看情況會如何 最後,男士用了20分鐘 女士用了17分鐘就睡著了 根據這個測試結果顯示 睡眠專家就給予大家意見 睡前,記住要放鬆自己 也有人統計過 一般人每晚會輾轉40至60次 如果你有另一半的話 你每次的轉身 都有可能影響伴侶的睡眠質素 所以應該選擇一張能夠減輕輾轉 所帶來震盪的床褥 赤馬大小也要足夠為兩個人 帶來承托和舒適的空間 如果你在床上 無法睡眠超過30分鐘 又或者半夜窄醒的話 你可以試試離開自己的床 選擇在黑暗的環境內坐一會 點一盞暗燈或播放一些音樂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 就可以選擇做一些較輕鬆的家務 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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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床上